大家好,我是Mia 上一节课我们体会了视觉语言的思维 学会了以元素猜体的方式来看待一张照片 这节课我们来讨论形式没法则的运用 它是一种比构图更科学的来研究画面材料组织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说它更科学是为了区别于我们平常常见的构图法则 也就是只有三分法,框架式构图,S型构图,对称构图这些法则 我们将更进一步的来说点线面这些基本元素在摄影画面里面的组织 它是比我们平常经常讨论到的构图法 更注重底层逻辑的一种画面组织的方法 也是一些让画面变得好看的一般规律 而常见的规律就我们屏幕上提到的这些 变化与统一,对称与均衡,韵律和节奏,然后对比与调和 当然这些规律在不同的教材里面会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其实它们的实质都差不多 所以大家不必纠结于字眼和名词 重要的是去体会这些组织画面的法则 这些让画面变得好看的,前人总结出来的一般规律 而且这些规则不仅是摄影画面适用 还有设计绘画等等的二维平面的艺术都可以适用 下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组织画面元素的形式美规律 变化与统一 这些规律我们都会比较简单的去示意 因为原理本身并不难 难的是如何在摄影里面理解和具体的运用 所以更多的理解和应用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照片实例里面一点一点展开 我们还是从一个原点开始展开我们今天的学习 当一个原点,一个基本的元素在画面里面一模一样的重复九次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得到一个统一的不能再统一的画面 当我们把这些元素产生一些变化 比如说大小产生一些变化的话 这个画面就会变得既统一又有一些小变化 紧接着我们让这些元素的位置再产生变化 依然有同样的效果 就是画面看上去既有变化又统一 只是说变化更多了一点 然后呢,如果我们让这些元素的颜色再产生变化的话 似乎还是一种既有变化又统一的视觉效果 只是变化的层次更丰富了一些 如果再让它们的形状产生变化呢 这个时候似乎离统一的感觉越来越远 似乎马上就要一片混乱 如果说变化是天平的一头 另一头是统一的话 这个画面的情况就更偏向于变化那一头 但是呢,仍然有统一的视觉效果 因为它们都还是扁平的 十边的一些二维形状 如果我们再打破这些最后的这个统一 把这些元素的颜色、位置、形状、质感全部都变得不一样的时候 整个画面就完全脱离的统一 就会出现我们感官上比较混乱的一个画面 反过来像这样太混乱的画面呢 如果我们拉回来一点 统一它们的某些特质 比如说我们把它们都统一成二维的平面的一些 实心的规则几何体 画面似乎就又稍微统一了一些 然后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统一它们的颜色呢 画面看上去变得更加的统一了 所以大家注意体会一下 画面的变化和统一像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走 它有一个程度的差异 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画面 如果我们调整它们的位置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话 好像我们也得到了一种比较统一的画面 所以说除了统一和变化的程度有差异之外呢 它们还有方法的差异 就是说让画面变得更丰富 有变化或者变得更加统一的方式 是不止一种的 而且值得提醒大家的是 理论呢 虽然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 但是呢 实际在我们平常拍摄的时候 在非人为的情况下 其实很难存在绝对的统一 画面变化混乱的状况倒是经常存在 如果作为初学者呢 我们重点要从视觉规律里面去学习 画面是如何统一的 我们知道如何统一画面 才能知道如何让画面变得和谐 变得好看 而如果有经验的朋友呢 就要重点去进一步体会 一个画面呢 很多时候我们要的是变化和统一同时存在 我们要让它富有变化到什么程度 统一到什么程度 然后用哪一种方式来进行统一 这是我们有经验的朋友需要思考的问题 需要去从这个规律里面去体会的问题 第一个规律我们就说完了 听完了是不是有一点点抽象 其实呢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 无论是传统一点的街头技术摄影 还是当代摄影 无论他们的概念阐述多么的骚扰 但是在视觉这一个层面呢 还是统一 比如说香港的摄影师和导演何藩 他之所以能够在混乱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场景中 创造形式美 就在于他善于组织画面的元素 善于去统一画面元素的共性 比如说这里面的各种锅 再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摄影师 古斯基的大画幅摄影作品呢 他就更喜欢用一种上帝视角来看待大体景观 而制造这种磅礴质感的 就是这些反反复复的统一的元素 而且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很早就在很多无意识的情况下 使用过这些统一画面的规律了 比如说黑白照 很多初学者都会发现 如果一个很杂乱的画面 如果我们把它拍成黑白的话 马上就会变得好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好看和和谐就是从颜色上统一了画面 所以不管我们的环境再杂乱 只要变成黑白就会有一种比较 没有那么混乱比较和谐的效果 下面我们来说第二个形式美的规律 对称与均衡 对称我们一般会认为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叫做轴对称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轴对称呢像是照镜子 用对折的方法基本可以重叠的对称形式呢 就称为轴对称比如说我们喜欢结婚的时候 用的那个双喜 还有新年时候要贴的对联等等 第二种呢叫做中心对称 它是一个点或者面为中心向四周发散 然后相同或者相近的形态 两两相对就是中心对称 比如说我们很多传统的文样都采用了这种形式 然后我们来说均衡 均衡呢其实就是一种视觉重量的平衡 比如说我们这个画面里面 明明左边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柄 然后右边只有三个柄 但是呢左右两边的视觉重量看起来是均衡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体会呢 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画面的中间有一个称 在这个称的上边和下边我们看一下这个元素的分布 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元素的位置 就是这个下面的这个柄 因为它比左边所有的元素的位置都要靠下 就使右边整个画面的就右边这三个柄 产生的这个视觉重量变重了一点 然后呢才能够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让整个画面有一种均衡的效果 大家可以尝试用手把这个右下角 就是这个这个柄遮住一下 你会发现整个画面就会失衡 然后左边就会变得要重一点 所以呢其实均衡就是一种视觉重量的平衡 这个平衡呢跟画面里面元素的形状 位置颜色质感等等都有关系 这个呢我们会在后面的具体的实例里面去详细的讲到 最后呢让我们在一些实际的画面里面来感受一下 来稍微感受一下这些形式美的规律 比如说这张来自于杜塞尔多夫学派的Candida Hofer Candida胡夫的摄影作品呢 就是一张非常明显的轴对称 我们可以轻松的发现它的对称轴在这里 不好意思一个鼠标比较丝滑 好然后这样子绝对对称的一个画面呢 会给我们带来一种非常稳定非常树木的感觉 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呢 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均衡的状态 我们说均衡呢是一种视觉重量的平衡 所以呢一般我们就考虑画面的左右两边的视觉重量 比较势均力敌的话 这个画面就是一个均衡的画面 我们仍然可以想象一下画面的中间有一根杆 然后以此来帮助我们分析和理解这个均衡 然后下一步呢我们要把画面里面的元素 那个对象视觉元素化 比如说这边我们可以看成是两个块面 然后这边右边有一个大的块面 就是这个地图 然后呢这些小的块面 我们可以叫它小的点也可以 对这个画面来说呢不是特别重要 然后下半部分这个椅子啊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这些左边的椅子的这个形状 这个块面的大小 会比右边的这些椅子的块面要大 就是面积要大一点 这一点在这张画面里面还挺重要的 就是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 上半部分呢 这个这边左边的这个块面和右边的这个块面比起来呢 肯定是感觉右边要重一点 因为它毕竟这么大 然后但是画面的下半部分 我们就反而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画面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画的这个左下角这个部分 会比右下角这个部分要视觉重量要重一点 所以呢你看刚好上半部分 左轻右重 下半部分 左重右轻 整个画面就均衡了 然后这两个小元素呢 在这个画面里面呢 对这个画面的均衡呢 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所以呢其实作为一个摄影师我们是可以通过画面的角度 就是我们取选择哪一个角度 以及画面的里面的这些对象 这些元素的取舍 举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这个画面 我把右边这个画阴影的部分去掉 我们再来看这个画面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画面可能就会失衡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感觉左边的重量要重一点 这个画面就会失去这个均衡的效果 因为这个大块面的面积减少了 上面的那个重量不足以让整个画面均衡了 然后再来看这个画面均衡